澳大利亚表示 以旧军训教材可能冒犯印度尼西亚仪式展开调查 并希望同印尼尽快恢复全面军事合作 印尼则指出 尽管停止同澳洲的军事合作 双边关系保持良好 印尼是在星期三暂停同澳洲的军事合作 印尼总统佐科告诉记者 已指示防长和军方着说解决相关事宜 佐科强调印澳关系依旧良好 并未受事件影响 佐科发言人则澄清 暂停军事合作并不是总统的决定 澳洲防长佩恩则表示 已取消引发争议的军训教材 佩恩指出 印尼的一名特种部队军官在澳洲进行交流时 发现澳方的教材犹如建国原则 佩恩表示 目前两国只有一些活动被展延 其他领域的合作持续 有关调查预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 有关调查预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 一样的军事 那么多人 我们就会有结果 我们就会有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